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A的m次除A的m次 應該怎麼處理的 上一條影片就講了乘 今次講除 除要考慮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如果m是大於n 意思是分子的次方 A的m次分子的次方 是大於分母的次方 舉個例子 如果m是分子的a的數量 和n是分子的a的數量 很明顯上面多過下面的時候 那些a會剩下在上面 減完之後 應該剩下的a在上面 舉個例子上面是7次方 下面是4次方 上面有7個a 下面有4個a 應該會剩下的4個a 就剩下的3個a 即是7減4剩下的3 所以計算的方法就是 剩下的3個a 那即是說 我們就剩下的7減4 那麽多次方 即是7減4 即是3 但是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 這條式 m減4 如果m是大於n 如果m是大於n 如果m是小於n 如果m是小於n 即是說 假設m是4 今次 n是7 那怎麼辦呢 同論道理 分子除了分子 分子上面 分母下面 那就會得出 上面會少於下面 那約完之後 剩下的數量的a 就會去下面 在分母 那所以呢 反過來 都是大減小 但今次減完之後 就會在分母上 即是會得出 1 over n 先減m次 因為n是大於m 即是n是7 m是4 這個意思 那就放在分母 即是說 公式就是 如果當m是小於n 分子除分母 的時候 分母是大於分子的次方 就會放在分母 好 舉個實例 實例 如果我們有一個 當天 a也不可以 a等於0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分母 是0 就不可以 22 a的m次除 a的n次 如果m和n是一樣 這裡就認得不清楚 如果m和n是一樣的話 那 那約出來就是1 即是分子有7個a 假設分子有a的7次 分母是a的7次 這樣就1 很簡單 就不會0 好 那現在有些例子 譬如 w9次方 取w5次方 那這個 這個約了之後 上面有9個w 下面有5個w 那減完之後 應該在分子上的w 所以就是a的w的4次方 是9-5 那就不用像之前那樣寫 直接這樣9-5 就可以了 那反過來 如果有多個數字 就有個次方 變成了 首先放分子分母 容易點看 那數字有數字約 6和12約 那上面有兩個s 下面有8個s 那原則應該是分母的 所以就是s8-2 8-2 即是大減小的 就得出2over 例如有兩個未知數的時候 又是上面下面 那由於上面w的次方 大一點 所以7-4 分子 由於z的次方 指數 分子大一點 所以就是3-1 記住這個1次方 那所以得出 w的3次方 z的2次方 那底數相同 才可以計算 底數相同才可以計算 所以呢 這個base-w 和z的2次方 是一樣 才可以切磋 計算 現在這個3次方 這個2次方 不一樣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條影片 再講另一個概念 那現在就去到這裏